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它的配置文件啊 配置文件 swingwood的项目呢 它可以呢 使用一个全局的配置文件 可以来指定它的默认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前面大家那个疑惑 说这个tomgat默认走到8080门口 我现在不想用8080 我要改怎么办 哎 这个时候你就得在一个配置文件中来给它指定 而这个配置文件呢 名正的必须的叫它 obligation populace 或者叫什么呢 obligation这个yml 这种格式的配置文件 好像这种格式现在也逐步的越来越流行 越来越流行 当然其实效果都是一样 那么我们在resource目录下面 然后呢 在resource目录下或者类的config下面 都可以去做一个配置 但一般都是在什么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resource配置文件中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obligation populace文件 作为 作为什么呢 作为我们这个全局的一个配置文件 好 放到这儿 来看一下 那你比如说 我们想去改这个tomgat端口 怎么改 然后改成8080 8088 那我只需要在这个配置文件中来一个什么呢 server 点什么 port等于8088 是否改一个它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 老你你你怎么知道就就改一个它就是改掉这个tomgat的这个端口 那我怎么知道 它肯定一定有什么 有这个文档是不是说明啊 是不是啊 一会咱们再看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是把它就启动起来 它启动起来 把它呢 也启动起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到这个位置 走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它的端口 注意 改了吗 是不是已经改成了8088呀 我们到这个 去哪了 刷一下 OK吗 OK呀 肯定不OK呀 是不是8088才可以啊 明白了吗 好 这个呢 咱们就给它改掉了 那么当然了 你们就说 我我想把这个dispatcher serverless的这个规则进入啊 我改成新点参调 新点这个html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 你可以指定这个slow.serverless pass 新点html 来 咱们来写一下 是不是叫 叫什么呢 叫server点 什么呢 点什么 横杠吧 你看啊 这个叫横杠pass pass 等于新点 stml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应用呢 给它停掉 我再来启动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什么 进入规则 我们来看 变成什么了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进入dispatcher serverless的进入规格最新点html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刷新 那肯定是什么 104吧 肯定访问不到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来一个点 哎 天保 这会儿是不是也能放得到 这个能够理解了吗 哎 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配置啊 那么我刚刚说了 这这俩从哪来的 我怎么知道是它呀 它有什么呢 文档 而我把这个文档中的一个配置 也给大家呢 尻到这个笔记中啊 非常非常长的这么一段配置 咱们可以大概的浏览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配置 这个东西 是不是刚刚我们看过 这个那个 打印的那个banner 是不是啊 banner 这个对于什么 日志的配置 比如说我们要设置它的日志级别 那么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得配置啊 对吧 从这个配置 什么aop的配置 下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spreet cache的配置 然后呢 往下面还什么gmail dmx的配置 然后呢 是email的配置 你要整合email 是不是得拥有它 配置 然后呢 可以往下面看还有什么呢 哎 走到是不是web的配置 来看一下 呃 这个 哎 在这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通过它指定了 我们通常看的灯口 在这 然后呢 还有那个pars是在spreet pars是哪了 在上面啊 呃 色我点spreet 哎 没有 还在下面吧 哎 去哪了 哎 找到了 有吗 你们看到了没 啊 就在这 是吧 那怎么找了一圈啊 是吧 是不是就在就在这个位置啊 它是不是有这个配置 那么当然了 你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很多配置 比如说配置这个什么呢 cookie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配置什么ssl 这个相关的东西 ssl 做什么吗 这个知道吗 做的是什么吗 哎 就那个htps 啊 htps 协议啊 那么下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置吧 呃 看有没有认识的 fremark 相关的配置 然后呢 下面呢 http 相关的配置 然后呢 jaxon 相关的配置 啊 我这个配置我慢慢往下拉 这个是关于 什么呢 spreet mvc 的配置 对吧 那还有什么 还有下面的啊 太多了是吧 大概往下拉吧 多吗 多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 好吧 当然了 这个不是说到你一行一行读是不是 对 用的时候 记住咱们笔记中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回来可以查 啊 回来可以查 哎哎 可以看一下 当然官方文档里面也都有啊 大家可以也可以去查 这个是 fdmq 相关的配置 卡夫卡相关的配置 太多了 罗比达mq 相关的配置 太多了 太多了 哎呀 结束吧 我往下看了啊 哎呀 快结束了是吧 在这儿才结束啊 配置是不是非常非常多啊 非常非常多 好啊 好啊 谢谢观看